今年5月 刚结婚的甘肃男子郭华被同学骗入了位于襄阳的穿销魔窟 19号深夜 郭华想逃跑 却被8名男子摁倒在地 用毛巾捂住口鼻 最终因窒息此外 经过调查 穿销头目是一个女大学生 专门股东下线 骗亲友加盟 前几天 该团伙中 8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5人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逮捕 咱们国家从1998年起就已经明文禁止传销活动 但在很多地方 传销仍然很活跃 而且出现了新的变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传销趋而不散 潜而不走 近而不绝呢 传销毒瘤如何清除呢 为了深刻揭露传销这一经济邪教的罪恶本质 我们到的与法治栏目从今天起 以5个原子真实案例的故事为主线 揭秘传销组织的伎俩 使全社会对其犯罪手段 方法和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 最终形成共同抵制防范的故事 今天咱们讲的是揭开传销骗局的第一个故事 杀熟 23岁的张立志第一次出院门 他信心满满 是奔着挣大钱去的 因为姐夫王强告诉他 只要投资6.98万元 最高可回报1040万元 张立志心动了 可他呢 还有一些犹豫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 真的会有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机会吗 那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呢 妈妈 妈妈 婷婷 妈妈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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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啊 老公 我又梦见婷婷了 也不 咱们回家吧 好了好了别说了 睡觉 烦死人大婉 妈 婷婷呢 她爷爷一到早就带她出去玩去了 怎么了 没事 昨晚做梦我梦到婷婷了 妈 她最近怎么样 乖不乖啊 哎呀 昨天还把你二伯家的西瓜地给倒了 你说乖不乖 这一放假呀 她成天就跟孩子们调皮捣蛋 我给你把他们管不住 你们帮忙多看着点 哎呀 你们要真想婷婷啊 就早点回来 我和王强赚了钱 我们马上回来 你们这是在外面干什么呀 咱们就不能回来呀 这都走了两年了 你去不回来看一眼 两年前 张芬丽抛下了刚满六岁的女儿 放弃了原来月薪过万的收入 和丈夫王强两个人来河山市淘金 在一个简单的单元房里 除了他们夫妻二人 还有一对夫妻王安福和曾敏 另外一个是颇有业绩的组长周志伯 五个人为了共同的发财目标 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 虽然吃住在一起 可是却各有心思 听说今天有新人来考察 每个人都打起了精神 可是只有张芬丽 当他见到新人的时候 脸色都变了 姐 小智 你怎么来了小智 怎么 你不高兴我来看你呀 高兴 你说你来了 怎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呀 姐夫说了 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惊喜 老婆 够惊喜吗 够惊喜吗 惊喜 够惊喜的 小智 这两天你就过来看看 过两天就回去 姐 姐夫说了 这边项目好 投资小 赚钱快 你姐夫是这样说的呀 姐 你不要怪姐夫 是我让姐夫瞒着你的 我知道你以前担心我 不让我出来闯的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 男子汉大丈夫 就是要干一番事业 小智 总之这里不适合你 听姐的话 过两天就回去 姐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是我现在只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就让我跟你们一块干吧 再说 再说来的时候 我已经辞了职了 什么 你 老婆 老婆 喝口水 消消气 来 喝口水 妈 你明知道这是个骗人的活坑 你为什么要把小智拉进来 你说你为什么 小声点小声点 要是让智博听见了 又得扣钱 我有说错吗 咱们多来一年多了 这钱在哪 这不是骗人这是什么 现在是我们发展的瓶颈期 你要相信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就一定可以连本带利地赚回来 你就自己骗你自己吧你 分力 你听我说 你要相信我 王强 你就别假惺惺了 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吗 你为了发展你自己的下限 你好为了尽早生总 我要把他发展过来 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业务 这有错吗 王强 他可是我亲弟弟啊 正是因为是你的亲弟弟 我才给他指明道理 给他这个赚钱的机会 王强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跳进这个火坑吧 我 张芬丽 我警告你啊 你要再乱说 小心我不客气 王强 你 小芝 这里就是河山市新建的交通枢纽 以后这里的交通就非常方便了 这边还会建大型的商场 那边还有居民区 怎么样 不错啊 小芝啊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河山市好气派啊 到处搞建设 欣欣向荣的 是啊 河山市现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 也是经济改革的先行城市 到处都在盖楼盘 修地铁 建大厦 欣欣向荣 发财的好机会啊 对啊 升级无限啊 那咱们到底要搞个什么项目啊 不着急不着急 明天就知道了 明天就知道了 好 姐夫 那我们今天去哪啊 去和一些事业伙伴交流交流 那我要不要记笔记什么的 我记性不好 怕记不住 不用不用不用 这要和你说呢 咱们这行不能有笔记 也不能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 连手机的短信也要删掉 为什么呀 因为啊 干咱们这样主要是靠雾性 你雾性不好 既再多那也是白搭呀 对对对 这样 那我一定认真听 用心雾 好好好 走 根据十二五规划 中央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经济开发特区 现在每天都有上千万的资金流入到这里 这可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呀 那我要怎么做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呀 小伙子 很有悟性啊 这么快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了 只是我一没有文化 二没有什么本事 我要怎么样才能赚到钱啊 二十一世纪 什么最贵 不是人才 不是信息 是什么 资本 简单的说 那就是钱生钱 可是 可是我现在没什么钱啊 小致 听张老师把话说完 我告诉你 现在是谁 要是有个成百上千万 那这事儿 还就不让你参加了 为什么 国家倡导的共同富裕 共同发展 钱 不能都让那些有钱的人赚了吧 贫富差距太大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现在我们这个1040工程 那就是专门为那些想支付的人 而且还没有富裕的一部分人 开辟的道路 这个1040工程 这个1040工程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听张老师说 为什么叫1040工程呢 就是可以让你赚到 一千零四十万 想不到吧 一千零四十万 你自己只需要投入六万九千八 再去发展三个人投资 你呀 就可以赚到一千零四十万 妈呀 一千零四十万 真有这样的好事啊 有 对 就是一千零四十万 而且就是这么简单 你自己只要投入了几万块钱 然后再去发展三个合伙人 真的只要发展三个人啊 是啊 对 你自己只需发展三个人 然后你发展的这三个人 再每个人去发展三个人 那可就是九个人 这九个人 再每个人去发展三个人 二十七个人 这二十七个人 再每个人去发展三个人 多少 八十一个人 对呀 那么1040到底是一项 什么样的工程呢 组织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运作模式呢 很简单 这也听所谓的张老师说了 就是入伙的时候啊 先交六万九千八 然后呢 发展三个下限 三个下限 再分别发展三个下限 按照这个模式 按这个比例进行分配 分配到五万五千人 理论上 可以拿到一千零四十万元 所以才叫1040工程 可是谁能骗五万五千人呢 这种新式传销 明显符合拉人头 交纳会员 发展下限 谋取非法利益的特征 已经被确认是非法传销活动 可就有些人啊 做这一夜暴富的美梦 被蛊惑进入了传销组织 就像张立志 在众人的吉利吹捧下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光辉的前景 已经跃跃欲试了 那么传销组织还会对他灌输什么东西 让他彻底的死心塌地呢 小致啊 这位是刚哥 他是能源部的处长 死了十 现在也给我们干这个事 现在可是资深的老总了 小致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刚哥 刚哥 有个问题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这有什么不该问的呀 咱们都是家人 都是朋友 有什么问题 就尽管问吧 咱们这个不违法吧 咱们是一不偷 二不强 哪有违法 咱们这么一群人 都在市政府的旁边 又谁会傻到 主动跑到人家眼皮底下 来违法呢 假如说违法了 咱们早就被抓起来了 谢谢 而且啊 现在 不止河山市 全国各地啊 几乎都在搞1040工程 这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 相当合法的 可电视里老说 资本运作是传箱 是违法的 还装了很多人 哎呀 你别听瞎说 确确实实啊 我们现在搞的是 资本运作和连锁经营 我们这个 跟你想象当中 那种传销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传销 是暴力的 强迫人的 有时啊 甚至还有打人 而我们这个呢 来去自由 你来这么长时间了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谁 抢脱你去做了 是啊 剑谱没抢过你吧 没有没有 如果你不想做 随时都可以走 那倒是 我在这儿 大家都对我挺热情的 跟一家人似的 那当然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现在国家进行的是正面打击 而侧面扶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面上啊 宣传就是传销 要严厉打击 但是贝弟弟呢 这是鼓励和支持的 国家每年三六九都会搞些宏观调控 公安和公商都会上门检查 你只要不说实话就没有关系 他所谓的调控的目的就是看咱们做的规范不规范 是吗 小致啊 别想着那么复杂 他们要是说什么 你就听 他们要是问你来干嘛的 你就说来探亲的 来了多久了 刚来的 其他的一律不知道 没一点问题 来来来 喝茶 来 其实啊 打击传销 我国政府态度一直很坚决 无论是从国家利益 从地方发展利益 还是从个人利益来讲 都不可能对传销姑息纵容 所谓的政府支持只是传销组织的欺骗和炒作罢了 可传销组织就是利用这漏洞摆出的说辞 攻破了参与者的最后信力防线 再说张立志 在一波又一波的洗脑后 在天花乱坠的吹嘘下 张立志仿佛觉得天上掉下了个大的馅饼 他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完全被对方的理论给说服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 他还得帮着拉人 传销组织就是有这个本事 让你从头到尾都服服帖帖的 按照他们的要求 去骗人 姐夫 咱们这行真的这么赚钱啊 那是当然啊 今天带你去见一下江总 你就知道多赚钱了 老江啊 是咱们的资深老总 现在干了两年 房子 车子都买了 现在花了 真的 对 知道了吗 走 按你们所说 确实能够赚钱 但是我要怎样才能发展新风格过来呢 简单 只要你编造一条巧妙的理由 又是对方过来考察 就OK了 是啊 那这 这不是骗人吗 这怎么是骗人呢 所谓的谎言呢 有两条 一条呢 是恶意的 一条 是善意的 而我们这一做法呢 就是善意的谎言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是与人为善的 就是 这么说吧 我们用N个理由 把对方骗过来 目的就是为了 让他们参与这个团队 共同创造财富的机会 是不是 是啊 共同创造 当然了 他们刚来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不理解 甚至反感 还会恨我们 有时候恨我们 但是 随着对这个行业的 深入了解 他们就会明白 这些 都是为了他们好 对 这样呢 就会从心里面 感激你 对 是不是 是是是 对对对 来来来 喝茶喝茶 来来来 在给张立志洗脑的 几天间隙 周志伯 还特意带张立志 到市政府广场 参观游览 向他透露了 领外的玄机 你叔叔 这儿有 多少个窗户 窗户 这怎么数得清楚啊 你仔细 叔叔 一二三 四 你别数了 你这么数啊 数到天亮去 我告诉你啊 有1040个 是吗 嗯 国家不好在正面上 进行支持 所以在这些公共设施上 进行暗示 对 而且啊 像这些暗示啊 河山市到处都是 哎 并且 每天都会有很多 事业上的伙伴 到这里来 进行学习和交流 哎 原来是这样啊 来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 来 走走走 辛苦了啊 金姐 小致啊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我感觉自己啊 受益匪浅 我感觉 以前完全白活了 我找到了 人生奋斗的方向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很好 小致啊 这说明 你很有悟性啊 嗯 那你想好 把这个机会 留给你 哪三个人了吗 嗯 这个还没想好 不知道 该找哪些人了 哎呀 那就好好想想 你想啊 当初 你姐夫介绍 你过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 毫不犹豫的 就过来了 因为强哥 是我姐夫 我相信他 哈哈哈哈 就是嘛 我们每个人啊 只有三次机会 那肯定要把 每次机会 留给你身边 最亲 最可敬的人身上啊 对不对 对 除此之外啊 还有那些 凶无大志 得过且过的人 嗯 他们来了也不行啊 他们的生活 没有追求 即便来了 也只会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成不了事 对对对 没猜 小志 你先列出一个 详细的人际关系表来 嗯 然后让大家啊 帮你分析分析 首先选出一个 最合适的目标 然后再根据 不同的目标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嘛 对 详细的 制定计划 嗯 你好 传销最好下手的是谁呢 不就是熟悉的亲朋好友吗 有陷入其中的参与者啊 可以说都做到了 六亲不认了 7月11号 南京浦口警方 捣毁了一个 500人的特大传销组织 据办案民警介绍啊 有传销人员 为了骗母亲入骨 竟然详细的列了一张清单 剖析了母亲的信任度 性格爱好和家庭情况等等等等 你说说 至于吗 就这样 通过杀熟的方式 要人上钩 而被骗的人 要想挽回损失 只能继续新骗 于是就形成了恶心循环 说到底 这就是一个高级 吃低级的把戏 上家花着下家的血汗钱 制造高收入的假象 并编织着饱符的梦想 而无数人 则是血本无归啊 在这儿啊 我们也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碍于情练 抱着先试试看的心理 盲目加入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 误入传销 一定要保持理智 即使传销者吹捧的 再添花乱坠 你就是不上当 他们也拿你没办法呀 回到故事 周志伯 凭着自己突出的业绩 已经晋升成为老总了 当他憧憬着啊 每个月过万的收入的时候 才发现啊 事情啊 没有那么美好啊 周总啊 恭喜你啊 加上你这个月 新发展的业务员 你啊 终于荣升为老总级别了 张总啊 不容易啊 我是卖了房子 才添上这条线的 不然早就让别人给赶上了 你这样做就对了 有舍才有得嘛 是是是 这对你将来的发展 是大有好处的哦 是是是 你喝茶 喝茶 江总啊 我只想问一下 是不是从这个月开始 我也有六位数的收入了 你想啊 我们钱从哪来啊 这行业 就是人脉带动钱脉 有了人头 才有赚头 我们是靠业绩吃饭的 不发展业绩 不发展下线 你我和西北风去啊 你就大力的发展去吧 不是 江总 咱们以前 可不是这样说的吧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就不瞒你了 其实这一切 都是事先设计好 策划好的 哪有什么投资啊 项目啊 咱们这行说白了 就是靠拉动人头 下线交钱 上线分 不 不可能 你给我的那些文件呢 那些资料呢 哎呀 志伯啊 现在可都是高科技 信息化的时代了 他键牌一敲 什么文件资料 不能编出来啊 你不想一想 好 老江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儿 我 我们来一个人 究竟能够分多少 这你就说到点子上了 志伯 其实呢 我们这就是一个分钱的游戏 以后呢 你再新发展的人交上钱 按分 分给你五百块 你现在可是老总了 从明年起 你要重新租一套三军室 别跟他们大伙住在一起了 我呢 把你重新包装 再复制一个行业的大款 你觉得我还要有钱干这些 志伯 你急什么 这些 我都先给你殿下 等你赚了钱呢 再还我老江不迟 你 你再好好琢磨琢磨 这不 你生了总以后 就有六位数的收入了 是不是以后 能够支援一点兄弟啊 强子 你是自己人 我骗不了你 这就是个分钱的游戏 你不让人进来 不把他们的钱 分给下面的人 我们就没有钱分 真的 什么1040计划 什么资本运作 全都是骗人的 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还骗我吗 知道了又怎么样 我钱都投进去了 老婆跟我离婚了 我还能怎么样 我退不出来 你们也别想退出来 那我们就这么干耗下去吗 不 不会 只要你发展关系 咱们继续发展下线 只要他们 能投钱进来 我们就还有钱分 有钱分 就能翻身呢 我们不相信没关系 只要他们相信 就行 可惜啊 这么好一个妹子 跳楼了 不死啊 你残废了 可不是吗 这妹子我认识 人长得眉清目秀的 就住在我们家那一栋 说是家里亲戚 给介绍过来的 是啊 我也听说了 说是因为把钱给搭进去了 家里亲戚都追着要债呢 什么亲戚 高利贷要债 黑社会 前两天还被人破油漆 我听说 是个男朋友闹 分手想不开 昨儿还看他一男的 在路边拉拉扯扯的 哎呀 真帅 你是警察吗 这这这这 警察 抓我 你不认识 警察 抓我 警察 警察 抓我 这是谁啊 不知道 老刘 刚才那女的 怎么老让警察抓她呀 你刚来 还不知道 她原来就是老江的下线 那怎么成现在这个样子 还不是干这个给逼的 这不是很赚钱的行业吗 很赚钱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 当初 这个女人 不光自己借了很多钱 来干这个 还把亲戚朋友全拉进来 亏了不少钱 他们说 被她骗了 要她赔钱 甚至把她家里的东西 全搬空了 一气之下 就成这样了 那她 怎么老让警察抓她呀 刚开始的时候 她老跟别人说 只要警察把她抓住了 她对亲戚朋友 就有交代了 就不用还钱了 久而久之 不说这个了 我呀 还是去多拉几个人进来 早挣钱 早脱身 怎么 难道姐夫会骗我 各位啊 今天我们来开一下 我们的大经理会 首先 总结一下 咱们这个半年来的工作 有什么好的提议呢 老头 别什么总结不总结的 把今年的分红 全额发给我们再说 是 不是不发 是最近 风声比较紧 大家都知道吗 这银行不能走账是吗 所以 过段时间 过段时间 我一定 够了 过段时间 你永远是过段时间 你自己算一算 你说了多少个过段时间了 好好 这次我再也不相信你的屁话了 坐下说 坐下说 不 你好 我们是工商公安局的执法人员 什么工商公安 这是我的证件 有什么我们进去说 我们又没犯法 进去说 进去说 你们是 你好 事情是这样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说这一块有人进行传销活动 所以 我们没有啊 放松 放松 我们只是进行一个走法 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又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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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这儿了 把你们证件拿出来 让我们登记一下 来 来 怎么会有警察和工商啊 估计是有人跳楼引起的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不能被抓住 被抓住就什么都没有了 废话 这样 你先出去 让 让他们用假身份证和假名字写 先点一下 反正就是拖住他们 我来想办法 好 来来来 你们都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看个老乡 做点小生意 他们是谁啊 在这儿干嘛呢 我们是工商公安的联合执法人员 请配合调查 调查 调查什么呀 就是啊 我们是合法住在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是啊 我们已经接到举报 说你们涉嫌传销 谁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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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江吗 出事了 出大事了 来 喝茶 怎么了 公安局和工商局 已经查到周志伯他们那屋去了 现在正在对峙 那我们怎么办 这次可不像抓走几个人那么简单了 很可能要把我们一锅端呢 不好 周志伯的手里头 有我们发展的资料 这周志伯要是被抓住了 那 那我们 我们就完蛋了 赶紧打电话 通知所有人 好 立马赶过去 人越多越好 咱们几百号人 看他们能拿我们怎么办 法不择重 喂 刚刚 不好 出事了 好 我带上几个人 马上就过去 好 我马上召集大家过来 不是警察同志 这不是传销 你了解传销吗 不 我怎么知道传销呀 你们是谁 快点 出来 出来 你凭什么抓我呀 你们抓错人了吧 干嘛 干嘛 等等 你们抓错人了 走 放开 放开 老师 你支持干什么 你是谁呀 在里面鬼鬼祟祟的 兄弟 我在自己家里睡一觉怎么了 你们谁呀 我告你们去 小芝 快跑啊 小芝 干嘛呢 别回来小芝 快跑 公众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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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你说 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你看 有刚刚来了 刚刚来了 怎么样 所有人都通知到了吗 都通知到了 好 一定要人多 人越多越好 对 对 待会儿啊 听我的指令行使 好 好 清楚啊 好 清楚了 就这么干 好 走 走 来了 老张 来 你们都跟我们走 快点 来 够了 大家快点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不是抓人 抓人 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怕 为什么抓人 我们可都是合法的 正义人 大伙儿听我说 你们不要怕 我们这个事情 是国家和政府 全力支持的 你们随便抓人 践踏法律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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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在执行孤 大家不要去在这里 都散开 朋友们 朋友们 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 聚集到这里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啊 对 我们一没有偷 二没有墙 我们是合法经营 都是合法公民 对 1040 1040 那是我们最后的梦想 不能让他们给毁了 我梦想 这些年啊 对传销各方面的宣传和打击力度都很大了 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传销了 然而形势依然很严峻 有的传销活动甚至还伴随着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因患 我国新刑法呀 专门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 对传销组织者策划者和骨干分子 特别是教唆煽动组织传销人员 暴力抗法的首要分子 坚持依法从严成处 另外啊 不法分子也不断的更新着他们的记忆里啊 诱骗更多人加入传销组织 在明天的节目中啊 我们将继续为您揭开传销骗局 希望您明天继续关注